叔叔 我想送你一句话 有的时候 受罚是成长的一笔财富 带着这笔财富开启接下来的剧情 哎呀 这做人啊 就得讲诚信 我既然都答应他了 那就怎么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经理 这是为什么呀 让你发就发 别问为什么 快去吧 好吧 呀 鼠哥 你快看这个 什么呀 通报批评 许哥 不好意思呀 我得拿下去发了 你这 听说了吗 那黎叔叔啊 把人家假天真的客户给抢了 就是 这种人呀 就是居心险恶 我看哪 咱们还是躲着点吧 对对对 离他远点 说不定哪天抢到咱们头上来了 就是就是 什么呀 我为公司签了这么大一笔订单 饶了一句表扬没有 现在可倒好 全公司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说 我抢了贾天真的声音 不行 不行 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叔叔 过来 经理 我怎么还能拿到一个通报批评呢 怎么了 看见了 经理 你说 我为咱们公司 争取下来了这么一大笔订单 饶了表扬没有 分红也没有 我还得赔一笔钱进去 现在可倒好 公司上上下下 都在说我的闲话 说我抢了人家贾天真的客户 我能乐意吗 还有 通报批评 我认同不了 李叔叔 我告诉你啊 这是你先斩后奏 已经违背了公司的利益了 还有啊 要是其他员工都像你这样 那我这个经理还怎么干 现在来说 这通报批评 已经是最轻的了 你要是不认同不乐意啊 走着 经理 经理 那倒不至于 行行行 我接受评评 行了 我呀 也知道你的家庭负担比较大 这个项目成了 但是分红没有 来 我这里呀 还有一个项目 跟人家客户好好谈 谢谢经理 保证完成任务 行了 干活吧 还是经理对我好啊 是这个公司 这不是号称业界里最难啃的骨头吗 这经理哪是对我好 这分明是给我挖坑啊 算了 我呀 还是好好肯肯吧 本来就赔了一笔钱了 我得给它赚回来 而且我今年的KPI 好像真的不太够了 我必须得把它完成 加油 哎 哎 李叔叔 加油吧